裴洛西他回到美國了 我們是八月十一 但是他們是八月七十 所以他最新的 他說他去訪問台灣 符合美國政策 中國拿此當藉口 然後這個軍演 企圖建立新常態 他不能放任不管 那水團議員也都說 要改變現狀的是中國 不是美國 裴洛西特別講 美國不會讓中國孤立台灣 這是裴洛西 我們看加拿大最大的報紙叫國家郵報 用頭版頭條刊登加拿大必須支持台灣的專文 呼籲加拿大政府支持台灣這個獨特的主權國家 彰顯彼此共有的民主價值 標題叫做台灣奮力抵抗中國威權擴張之際 加拿大必須支持台灣 加拿大是這樣 美國是這樣 我們再看英國 中國駐英國大使被英國召見 要求解釋你對台灣軍事演習 當然他也很強硬 他說你們不要跟著美國玩火 但是人家這樣挺我們台灣 中國駐澳洲大使孝謙 今天在坎培拉的全國新聞俱樂部舉行記者會 當中許多澳洲記者都聚焦在近日緊張的台海局勢上發問 不過孝謙面對記者的攻勢依然強調兩岸必須統一 更稱台灣的民調有誤導性 直指大多數的台灣人都支持統一 另外一個記者問孝謙 關於台灣人怎麼看待統一的問題 孝謙說 我相信大多數台灣人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他們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 並且支持統一 這個記者隨後問說 但是民調不是這樣 台灣人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很少 持續在下降 孝謙回答 民調會誤導人們 即便是台灣當權者也都相信他們是中國人 有這個大事 我跟妳講 因為今天你說這個孝謙 他其實沒有 然後他也同一個論調 就是說台灣人要再被教育 我今天另外一個節目 我訪問了我們的駐法大使 吳之中 吳之中就特別提到 他就說其實盧莎也在法國的時候 他也有私下跟法國人說 我講話的對象是中國 不是你們啦 所以我不用討好你們法國人 所以這句話其實我覺得夠清楚了 那所以他的訴求對象是中國內部 然後孝謙的訴求對象顯然也會是中國內部 然後剛剛看到了中國駐英國那個大使 叫英國不要跟著美國一起玩火 顯然這些話都是講給中國內部聽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 好奇怪怎麼會有中國的外交官不斷的在那邊 戰狼戰狼戰狼 其實他們各自都為了在國內 中國國內的那些聲望表現 來決定說他能不能夠繼續處在這個位置上 當全世界各個國家 民主國家都在支持台灣的時候 那你國民黨跑去中國進行這個訪問 還被人家羞辱的一塌糊塗的時候 難免會讓這些國家會覺得說 那剛好啊 那你看國民黨是不是就附和了中國這些戰狼外交這些大使講的話呢 然後這些國家也覺得 那我幹嘛去挺你台灣呢 要記得我們台灣現在做的民調 支持統一的都各位數碼 對嗎 支持統一的各位數碼 那這個他更離譜 他說台灣的未來由十四億中國人決定 孝謙談到台灣人口數 他竟然把台灣的人口數說八千萬人口 他說包含八千萬名台灣人 在內的十四億人都是中國人 由於台灣人口只有兩千三百萬 孝謙在回應中產將台灣人的數量搞錯 要求我兩千三百萬一年不知道 董老師 我甚至懷疑這個孝謙可能不知道台灣在哪裡 真的因為台灣有八千萬人口 那麼這個就等於德國 德國人口八千萬 所以這個德國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大概在想這件事情 顯然其實剛才講這麼多 這個中國的 駐英國的駐澳洲的駐法國大使的 這些表現 你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我相信這個北京應該對他全世界的外交官 下了一個命令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叫做真言說瞎話 第二件事情叫做髒口說狠話 他們都不是在做外交 我覺得剛剛講的很有道理 你看那個孝謙 中國做澳洲大使 這個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大使吧 澳洲是大國啊 派一個大使 第一個不知道台灣的人口 兩千三百萬講成八千萬 第二個台灣是主張統一的一點點 台灣主張中國人一點點 一共全部都是因為民調誤導 這張眼說瞎話嗎 我懷疑他是不是找一個工友來當大使 孝全臨時代打 但是我覺得也不意外 就是我完全不顧民調 然後就在那邊睜著眼說話 說瞎話 插個話 因為他這樣講澳洲的記者更痛恨中國 對 更大的反彈 你要不要講實話 這在中國也不意外 可是中國就會更挺他 他沒差 他對內部來講 他是講了政治正確的話語 就是說民調 我剛剛說 現在海南不是封島了嗎 有八萬個從中國各地去旅遊的人 現在都回不了家 飯店上了四倍 機票上了十倍 這些人很多都沒確診 那中國現在說這些人 因為海南島太好玩了 不想離開了 當然也可以這樣講 中國國內說謊成性 到國外也要繼續說謊 那我覺得你看這一次 這個外交大臣這個特拉斯 他即將當首相 他現在的民調是最高 可能當首相 他是最強硬反中挺臺的 他這次是為了臺灣 把這個鄭澤光招進來 同樣的白宮也在事事的時候 把中國駐美大使秦剛招進來 都是為了臺灣 我覺得習近平這次犯了一個重大錯誤 中國現在在國際上的形象 因為他這次對臺灣演習 我認為跟1989年六四事件 他都遭到國際的抵制 不相上下 所以我覺得他犯一個重大錯誤 幫我們昨天講的歐盟 G7還有澳洲 美國日本他們對一中政策 他們開始說要看情況 來是否適用 我覺得這對習近平來講 是一個重大的挫敗 他又會遭到他們內部很多人 對他的批評跟質疑 好請看一下這個 因為夏立元去訪問中國 國台辦今天講話了 國台辦的發言人 馬曉光今天發言護航 馬曉光說民進黨當局試圖阻撓 並且抹黑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元一行來訪 並稱中國國民黨人士來參訪 交流是很正常的 對此進行惡意炒作十分方便 不好意思 炒作都不是那 炒作的那個什麼 那個張委員哪是我 對不對 我會說你嘛 好 再看一下喔 趙少康說 有理智的人都認同兩岸 現在要交流 民進黨才是挑起中國軍援的嚴凶 夭壽喔 阿公來把我們圍起來打圍 就說竟然這是民進黨的啦 劉遠 我覺得對趙少康來講 其實他的話語 到底是在幫國民黨或者是在 還是在這樣 我覺得是民眾自有一個論斷了 但是我覺得這一件事情裡面 我們整個包括裴洛西來臺灣 包括整個共產黨的中國的 這樣的一個軍演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臺灣去做任何的挑釁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時候 趙少康確實做這樣子 說是民進黨去做一個 挑起這整個的事端來講 我覺得這是離事實非常的遠 所以完全是扭曲臺灣的 這樣的一個獨留民意 我覺得可以說這個話 所以趙少康的意思是說 如果國民黨執政裴洛西 如果想來臺灣訪問 要拒絕 不能拿他進來 國民黨會把他擊落 要把他擊落 幫解放軍擊落 就對了 我覺得其實趙少康的想法 就是有一部分藍色陣營人的想法 那他們的這個基本的邏輯就是這樣 就是說 只要中國不喜歡的 我們都應該不能做 或者是避免 這個就是我們和平的唯一的方法 趙少康的名字遮住 你會不會以為那句話是趙立堅講的 真的 一模一樣吧 對 不對 中國這次很清楚的界定 這個事件是美國挑起的 美國是這個現障破壞者 美國是麻煩製造者 美國是這個區域和平穩定的這個破壞者 其實北京你看他聲明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他為什麼要做這些反應 趙少康就比中共更可惡 不是 北京沒有這樣說 說我們是元凶 沒有 是 好吧趙少康這樣說 想想他為什麼呢 原來趙少康跟他的組織 他的組織北京 不用啦 這個責任我們擔打 你不要怪給 這什麼跟什麼 你還是不是台灣人 奇怪 會比中共更糟糕 好 好